冰淇淋雪梅娘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日式冰淇淋雪梅娘 也叫冰淇淋大福 首先开始做雪梅娘用的年糕 在糯米粉里 分次倒入水 每次倒入一点搅拌均匀后 再倒入剩下的水 搅拌均匀后加入砂糖 一定在搅拌好的米糊里倒入砂糖 要不然的话会出现一些不好搅拌的颗粒 用保鲜膜密封好做好的米糊 放进微波炉在550度转2分钟 拿出来搅拌几下再放进微波炉 继续在550度转1分30秒钟 这样年糕做好了 在桌面上撒适量淀粉 防止年糕粘在上面 这一步非常非常重要 把年糕稍微放凉 凉好的年糕用擀面杖擀薄 直到厚度大概3-5厘米左右 用圆形小碗画出圆形 或者可以直接把它用刀分成8等份 小碗里先铺好保鲜膜 放一张年糕皮 放一勺冰淇淋 然后轻轻包好 再把保鲜膜像这样包好 轻轻揉几下 稍微整形以后 放进冰箱冷冻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猪猪放了香草冰淇淋 草莓冰淇淋 抹茶冰淇淋 和芒果冰淇淋等等 做出一共4种不同味道 冰淇淋雪梅娘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喜好来选哦 冰淇淋化开的话呢 非常不好包 所以一定要注意 别忘了食用前要放在室温 稍微软化几分钟哦 要不然会非常硬 如果你喜欢猪猪的视频 就点个赞来表达对我的支持吧 谢谢伙伴们观看 我们下周五再见 拜拜